由維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秉持愛在維新散播愛心的理念 捐贈四十組筆電以及電競滑鼠給基隆市政府 由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鑫代表收下 很開心就是說可以透過公司企業的社會責任這個部分 公司有剛好又是本業又是做PC的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數位的資源 簽證給基隆這邊剛剛有提到很多小衛星還有社輔單位等等的這個部分 那可能有一些孩童要在客戶之一個在這些機構利用電腦 上位處長楊玉鑫也代表基隆市長謝國良回贈感謝牌 感謝維新科技幫助基隆市弱勢而少友善數位學習這項善舉 能夠有一個看得見這些弱勢需求的眼睛 來補充我們社會上的不足 因為確實我們有57位受安置的這些兒少 就是家庭功能已經蠻不足的 所以我們需要安置他們 那這些孩子其實住在機構裡面 那也有一些是在個別的家庭裡面去做祭養 那也有一些是相對的他可以在家庭裡面 不過客戶也會需要到我們的小衛星 來做一些客戶的學習 這些都是比較特殊的孩子 弱勢的孩子這些兒少 所以就非常感謝維新科技 你們的公益心 然後對於弱勢族群的愛心 然後以企業的力量來支持社會 支持弱勢家庭跟這些兒少 讓兒少們學習權益 他們的人權還有他們的學習權 尤其現在數位資訊的時代 這個落差是越來越大 所以非常感謝你們伸出援手 而且具體的給出了這麼多豐富的 好的工具來讓兒少能夠好好的學習跟成長 社會處指出 這40組筆電和電競滑鼠 將結合本市兒少安置機構及兒少社區據點 提升弱勢兒少數位使用的可盡性 保障弱勢兒少的數位學習權益 打造有礙城市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